全面抗战开始后 张元契留在上海 他秉持民族大义 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投降 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 日军派员前往求见 他拒不雾面 长期掏隐于户上 在沦陷区生活日渐的情况下 张元契以写字脉文贴补生计 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 与郑振夺、何炳松等苦心搜访一役 保存文献 商务人胡一知 在东方杂志复刊词中写道 经过了一二八的事变 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重炮与轰炸机的摧毁 经过了敌军硫磺弹连天不绝的焚烧 东方杂志从那残破七侧的灰烬瓦堆中竭力地挣扎着 现在居然又得和读者见面了 以文字做分析现实 指导现实的工具 以文字做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利器 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 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 在民族威王的时期 他展现出一个文人的风骨 有那种万死而不悔的精神 来推动民族解放 用一种强烈的这种民族的大意 来感召当时的民众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复业后的商务出版 具有鲜明的文化抗战的意识 侵略者企图通过文化的洗劫与恐吓 来轻轰国人头脑 征服中华民族 而这压迫恰恰唤醒了商务人的文化使命感 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元济不忘启迪民智 在麦字中书写了很多 自家格言的调服教育人 同时积极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 在近现代出版史上 商务印书馆的确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 这不仅仅因为 它在清末这段不长的时间内 迅速崛起成一个庞大的出版帝国 还因这个帝国历数十年而不倒 一直以全国第一大出版机构的地位 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政局的动荡 曾让他与之一起沉浮 生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思潮的起伏 也曾把他推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同业的竞争 让他总是作为被人追赶和力图超越的目标 而自身的改革也曾是那样的阻力重重 然而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 张元晋领导的商务印书馆 显示了他的任性 智慧和勇气 为后人树立的在艰难环境下 使之不渝 坚守中华文化根脉 全程更续中华文脉的典范 张元晋先生 可以说在我们近代以来 是一个棋子 这么一个自身分子 我们就很难找到 我觉得张元晋先生 是少之又少的一个 接触的代表 所以张元晋先生 他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壮大繁荣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